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实测一个最近超多人在讨论的AI工具 Manus 如果你以为它只是个聊天机器人 那你真的太小看它了 它可以帮你做网站 生成音话同步的影片 帮你做投影片 甚至可以连语音旁白都能帮你配好 还有超狂的定时任务功能 OneDrive云端粘动 这支影片我会带你完整看懂它的用法和亮点 用七个爆炸性的应用案例 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工具有可能彻底改变你的工作方式 打开Manus AI 在这个页面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 它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工作流程 比如帮我们制作投影片 生成图片 影片 还有音讯 还可以帮我们创建网页 每一项工具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文本描述 Manus就会给我们结果 它还有及时兑换模式 还有Agent处理复杂任务的模式 这么多功能里我首先要安利的是 它一分钟就能帮你做好一份完整的投影片 可以连你的PTF资料都帮你翻译好 然后自动整理排进简报里 对于要上台报告做简报的人来说 真的是超省时间又超实用 点一下这里的投影片 投影片这个功能是办公族超爱的了 一键可以生成简报 你可以直接描述主题 让Manus帮我制作一份八页的简报 比如主题是2025年AI在教育的应用 风格走简洁专业风 主题色是维生蓝加白色 还可以同时把你搜集到的跟主题有关的案例报告 上传过来给它参考 点一下这个上传档案的按钮 你可以选择本机的档案 或者选择Google Drive或者其他云端的档案 比如我拿一份英文的AI教育案例报告 Manus可以帮我把这份PDF里的内容 告诉他这是我会上传的 翻译成繁体中文 让他整合到简报里 然后再将简报存入我的云端账户里 这样以后我就可以随时调用了 OK点击发送 OK我们网上来看一下 他这个简报是怎么做出来的 首先是我的提示词 还有我的PDF文档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的计划是怎么做的 首先他是读取了分析PDF里面的内容 然后把整份英文的PDF档案 全部翻译成了繁体中文 接着他就开始设计简报的大纲和结构了 然后开始创建简报的内容 最后就是帮我把简报上传到我的云端 每一个步骤的内容和生成的档案 我们全部都可以点开来查看 比如他会从第一页开始 一页一页的读取我英文档案里面的内容 然后就翻译成繁体中文 点一下这个档案 在右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翻译成繁体中文之后的内容 按照我的要求 简报一共是八页 第一页它会有什么样的标题 副标题 第二页是什么样的内容 主要讨论的议题是什么 第三页就告诉AI如何促进教育创新了 第四页就是AI教育应用的五大领域 然后第五页它就会分析一些国际成功的案例 比如我P.F里面提到的加州小学个人化学习平台 日本高中语言学习应用 第六页就非常有针对性了 因为我是要求它翻译成中文繁体的 所以它特别的给我分析了亚洲地区的案例研究 原来是印度的学校在AI上面的应用非常多 第七页就是AI教育的优势还有挑战 第八页就是展望未来了 最后就是简报的色彩配置 字体设计还有版面配置和内容原则了 这里就是AI根据我的简报内容 来找到的一些AI教育相关的图片 每一张图我都觉得非常的能吸引观众 然后它就会一页一页的生成我的简报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主题配色的话呢 点一下最右下角的这个更改主题 Manus呢它就会更改简报主题为我选择的模板了 OK简报的主题风格就变成这样了 这里就是Manus帮我们生成好的投影片 可以点开查看这个任务里面的所有档案 随时点开可以进行预览或者直接下载 在这里也可以直接储存到云端 整个简报的生成时间还不到两分钟 它就帮我完成了 还能帮你自动翻译资料存云端 完全不用自己剪贴内容或者重排格式 一键生成简报加文件翻译加云端串检 这个效率真的是太香了 OK我们再来到左侧点开新建任务 下面这个功能就厉害了 它可以帮我们生成网页还有即时的编辑网页 流程非常简单只需要描述我们想要建立什么样的网站就可以了 对创作者或者新手小拔都非常友好 比如我可以让他帮我建立一个个人的女友网站 风格你可以直接把参考的网站风格提供给他 要求版型清爽有质感 还有主题 我的世界旅行季 如果你对生成的网页有要求的话 可以具体的每一点进行说明 比如首页你是要求有一个大图的背景 标题是什么 然后一般就是一个简短的介绍 然后呢 关于我这个区块也是很重要的 除了文本介绍 我为什么开始旅行 还可以让他附上一张旅游的照片 把你的网页想要有的区块全部都告诉Malas 当然最底部的推荐行程合作或者来信洽谈呢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相关的图片或者相关的档案呢 也可以导入进来让Malas参考 当然我们也可以先看看他生成的结果 再去及时编辑 OK 网站生成好之后 Malas呢就会问我 是不是允许公开部署这个网站 在确定之前 我们都可以网上去看一下 他生成网站的一个流程 首先他帮我收集了网站所需要的图片素材 点开呢 就可以直接查看 因为是旅游网站 那当然要有目的地的代表性图片了 然后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的个人照片 还有文章的封面图片 都是一些在旅游途中的一些场景 然后网站最关键的就是他的网站功能 还有响应式的设计 直接点开可以大致的预览一下我们的网站 首页关于我最新文章还有目的地和联络我 OK没有什么问题 点击允许 他就会帮我部署旅游的网站到公开网路了 OK我的网站呢 就现在已经可以立即访问和分享了 点开右下角编辑 就可以直接来到你要编辑的网站内容里面 进行及时的编辑 如果你有一些个性化的调整 那就直接在这里通过文本输入 把你的要求写清楚 让Manus直接帮我们编辑网页 比如我可以说 请把首页的标题改为小发旅图日记 并且我想让他把首页的图片换成一张日落海滩的图 如果你想要导入一些旅游的日记内容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上传档案 让他帮你添加到网页上 比如你最近又有一篇关于京都自由行的文章 那就可以把它更新到网站上了 这个功能真的超适合刚起步的创作者 就算你完全没写过网站 也能一步步跟着做出来 而且他的即时编辑真的超方便 日常想改文字换个图 不用重新生成整个网站 直接改就搞定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个超实用的模式 一个是免费的chart模式 适合日常快速问答查资料 另一个是进阶的asian模式 能帮你处理箱账号经营 策略规划这种比较复杂的任务 再来看看他的chart即时兑换模式 还有处理复杂问题的asian模式之间有什么差异 点一下chart模式 他是适合更加快速的查询 比如我请他帮一家三口小孩八岁 规划移居马来西亚 请帮我分析目前的移居成本 合法居留的方式 小孩适合的国际学校学费申请流程 还有提供大致的每月生活费预估 OK一分钟不到 他给了我一份超清楚的分析报告 首先就是合法的居留方式 有那边最新的三级别申请条件 然后就是移居成本分析 比如按基础的白银级别的话 我们就需要117万港币 470万新台币 小孩适合的国际学校 他把具体的地区都告诉我们了 推荐国际学校的一些特色都列举出来了 他还有申请流程的建议 至少要提前半年到一年开始准备了 然后就是我们最关注的 就是每月生活费用的预估了 如果是在这个区域的话 租金大概是4000到7000马币每个月 饮食开销 水电网路交通费用 杂箱开支 总计预估全都列举出来了 如果你想要更加详细的分析 就可以直接点启动Agent 其实Agent模式就适合开长线任务 也就是你可以把Manus 当成你的日常工作AI助理 他可以直接帮你提高工作的效率 比如我是做YouTuber的 或者我是帮别人规划YouTuber账户的 那我就可以让Manus帮我分析账号了 请他扮演一位YouTube频道成长顾问 帮我分析一下这个账号 请检查频道的受众目前内容风格 发文频率 并且让他针对AI教学主题 规划一套30天的成长策略 包含Shields的主题影片 标题建议 还有封面建议 这个过程Manus除了会浏览你的频道 还会浏览分析同类竞品频道 他直接就会产出一份企划书等级的简报给我 超级梦 点开可以查看所有的档案 这个频道的分析报告 竞品和市场分析 30天成长策略 还有执行建议指南和成长顾问报告 可以直接全部的批量下载 我们来预览一下好了 他对频道的内容风格进行了分析 还有影片表题特色的总结 封面设计风格是怎么样的 发布频率和观看数据分析 受众群体的年龄需求 还有地区的分析 这个频道的竞争优势有哪些改进空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说Shots的内容缺乏 主要专注长影片 缺少短影片内容 对的没有问题 还有他说 小发学姐这个频道的互动性不足 可以增加更多与观众的互动环节 内容也可以尝试更多元的形式 发布频率 当然他的建议就是可以适当的提高了 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这个频道成长顾问报告 他这里会有一个30天的成长目标 他认为我这个频道可以通过发布短影片来增长订阅数 核心策略的建议是什么 就是每日发布一到两支的Shots 时长15到30秒 然后前三秒就必须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了 内容上可以使用数字和对比来增加吸引力 比如我的内容类型可以发这些 AR工具的快速对比 效果前后展示 技巧分享工具评测 他还提了怎么样强化和观众之间的互动 商业化他也给了我建议 还有非常详细的行动清单 Agent模式可以做到的事情 比我请人帮我写企划书还要快还要完整 不止这样 Manus还有一个偷懒功能 他可以帮我每天自动的打卡工作 还有像我们每天都想要获得一些工作相关 或者生活相关的资讯 那你可以设定一个定时的任务给Manus 让这个AR助手每天定时推送讯息给你 比如每天早上9点自动产出一份财经快信摘要 再比如他可以作为一个投资提醒 每股开盘后30分钟 如果这些股票出现做空信号的话就通知我 你可以点开这里查看所有的排程任务 随时可以启用或者关闭 点击这里也可以直接新建排程计划 如果你想要他立即执行的话 点一下这个按钮就OK了 他会直接建立一个监控的系统来追踪这些股票 是不是就像请了一个AI小秘书 不但每天准时帮你跑任务 还能照你的需求量身定做 那如果你连看都懒得看 Manus也帮你想好了 他可以直接把这些内容变成语音 让你边走路边通行的时候也能轻松的听完 再来看看Manus的语音生成 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示例 他可以为你的简报每一页都嵌入音讯 比如我前面刚刚做好的上传到云端2025年AI在教育的应用这个简报 我就可以把它选取上 让他把这份简报转换成一段自然流畅的中文语音解说 语气亲切专专业 女性语音 每一页呢自动对应一段文字 如果这一页没有内容的话呢就可以略过了 背景呢让他加上轻柔的钢琴音乐 OK 他生成了一个七分多钟的语音 我们把简报打开再来听这个音讯 欢迎大家 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主题是2025年AI在喻的应用 这是一个关于永续教育创新解决方案的重要议题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快速发展 教育领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AI如何为教育带来新的可能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AI教育市场的规模与增长趋势 根据最新的市场研究数据 全球AI教育市场正经历着新人的快速增长 2024年市场规模已经达到58.8亿美元 而预计到2025年 这个数字将增长至75.7到83亿美元之间 更令人振奋的是 到2030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322.7亿美元 这样的增长主要有个人化学习需求的增加 智慧辅导系统的普及 以及教育机构数位化转型所驱动 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在 31.2%到42.83%之间 这个数字充分说明了AI在教育领域的巨大潜力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AI教育的采用率情况 数据显示 AI技术在教育领域的采用正在迅速增长 令人惊讶的是 已经有86%的教育组织在使用AI技术 而在高等教育领域有61%的专业人士 在个人和专业用途中使用AI 在学生群体中 同样有86%的学生在学习中使用AI工具 其中54%的学生每周都会使用AI 超像专业的旁白在讲故事 而且还能加背景音调语气 以后你的笔记文章简报都能自动编成Podcast了 再来看看他的影片生成工具 Manus已经介入了View3模型 会有角色的自然对话和流畅的樱花同步 来看看下面的范例 比如生成NBA总决赛之夜影片 生成一位老水手在海边看一旦里面的短视频 还可以生成讲述小红帽故事的动画影片 比如我让他生成画面是一只健壮的野猪 在森林里面快速的奔跑 然后我还有相应的声音设计 镜头里野猪穿越树林小溪 还会有落叶和尘土 来点击发送看看他对声音的处理怎么样 你可以选择高品质模式来生成这个影片 也可以继续使用预设的模式 他们花费的点数是不同的 当你选择高品质模式来生成影片的话 他就会使用最新的View3模型来生成了 如果我的提示词里面没有提到是用男性的语音 还是女性语音的话 他就会让我去选择了 OK来看看他完成这个影片的过程 他会先生成野猪奔跑的视频画面 然后再生成音频素材 最后就是合成音画同步的影片了 而且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他有多个画面来合并的 首先是野猪在森林里面奔跑的视频画面 然后是野猪越过小溪的视频画面 我们等一下看最终生成影片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他角色一致保持的怎么样 然后就是生成的音效素材 影片的时长16秒 然后它是包含了两个场景 在森林里面快速的奔跑 还有越过小溪水花剑气 野猪的喘气声 还有脚步声 还有森林里面的环境音 越过小溪的时候有水花剑气的声音 OK我们点开播放 很逼真对不对 从画面环境音效到旁白 全都能一键生成 他还能处理更进阶的提示 比如给他一张空间的照片 就能帮你设计整个室内的风格 或者让同一个角色 在不同的场景里 做出指定的动作 细节都照顾得非常好 这次Mandos有提供免费方案 会赠送1000积分 有兴趣的朋友赶快去玩玩看 连结我就放在这个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我也会持续帮大家追踪AI领域的新模型 新工具 还有各种好用的资源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后续的更新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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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